美国总统川普周三为共和党参议员卡登和普渡提出的移民新法案背书 美国在2015年批准约105万人 获得永久著名身份 也就是俗称的绿卡 这项法案如果通过 预计在10年内将绿卡人数砍成对半 台湾可参与的绿卡乐透抽签也取消 因为川普认为 现行的绿卡制度 让穷人、低技能工人 还有英语都说不好的人 移民到美国跟美国人厂工作 而这个法案会终止这个乱象 嗯,很有道理 不过这好像跟美国自由女神将揭示的精神不太一样耶 自由女神将宣誓 美国欢迎那些辛劳、贫困、被抛弃 能争取自由的人民 最有意思的是 如果按照川普的标准 那么川普的阿公 一位不会说英语的农家子弟 16岁从德国移民到纽约谋生 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美国咯 虽然有川普大力背书 不过这项法案预期过关难度很高 因为反对者认为 移民做的工作是第一薪 而且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 而且移民的犯罪率比美国人还低 文字幕志愿者 综合外电报导